似海和,她說她 潮漲也好,潮退也好 始終都不會是一次死水 到底是哪一種男人才會鍾情Maker X 大家好,歡迎收看大人漢漢,我是爵士的Carrie 大家好,我是Sylvia 正所謂男子愛高達 女人都明白 今次為大家開箱的是 威克斯的造物者Maker X WX988 這是很多男士都很催之若武 因為以前需要這套工具的時候 是很大的,很漏爆 但現在是拿著四處都可以用 我們馬上開箱 好啊 咦,宅Sir,它是Micro USB充電還是Type-C Wha 你的頭部沒有一些常識 功率是比較大的 所以要用到20W的橙色電池 以及這個X機 大家都熟悉 所以我不說了 到這一塊了 這個就是靈魂所在 這個Power Supply 就是將20W的電池 電量輸出給這類型的工具 這支45W的垃圾很輕身 只有22克 或者有的溫度是由200度到480度 用途方面 過往辣雞只可以用在電子工程 但好像現在的裝修位 在高位攀接LED燈帶 或者在窄籠 密籠位的時候 進去做事的時候 當然是方便了很多 這一支的電磨筆 是由5000至35000的RPM 而且可以用到3.2mm的磨頭 用途方面 當然可以用來切割 打磨 或者用來拋光 明明Wox出了這麼多磨筆 坊間有這麼多磨筆 有什麼分別 聞得非常好 例如Wox8W的那支 因為它內置了電池 直徑比較粗 因為這支是外置電源關係 它把持這個位置 相對是優 另外 不要小看它的轉速 現在是升到35000轉 這一萬分別很大 它的用途多了很多 它只可以磨 如果我想用來切金屬 或者磨大一點的範圍 又行不行 當然有這件事 這個就是迷你無碳刷 割磨機 很輕身 只有130g 而它轉速是14000至24000RPM 它的配件跟來的時候 有一隻切金屬的碟 一隻打磨金屬的碟 而Sylvia手上的沙碟 可以打磨木和金屬 即代表以往我們的磨機 比較大部 只是男士專用 但現在這部 你看多小部 像這些女士 都可以用 相信不久的將來 會有更多不同的碟 配出的時候 用途更加多 咦 真差 MECAX做文者 只有這兩支 少年太年輕了 當然不止 它有這支 燃風窗 我知道 用來吹頭髮的 不止吹乾 直接燒亂都還可以 因為它最高溫 是有260度 用途相當多 例如我們弄的熱縮通 或是燒一些膠邊 或是蓋地板 或是弄汽車鐵幕 都可以 那可不可以用來烤香腸 不是這邊 反轉再說 吃吃吃 嘩 這支就好用 我噴東西 例如幫你補保妝 你看多厚 這支的噴窗很輕 只有280g 而它的壓力值 就是14-18psi 前這個噴嘴只有0.4毫米 至於油是7cc 為了今天這個測試 我可以說是做足準備的 走兩天模型舖 買這些東西回來 不過我發現我完全不適用 所以今天我找了一個高人 你教我 好了 在我身邊這一位 就是模型師Harry Hello 大家好 我是Henry Henry 我不明白 他為什麼男人這麼喜歡砌模型 因為男人砌模型 我明白了 不明白明白明白 Henry 我買了這麼多盒東西回來 怎麼辦 你啊 都是砌回 我現在收入這盒 三歲小朋友做到的 多拉A毛模型 好 今天我們做模型 要用什麼工具等等 就會有 我桌上一把剪鉗 為什麼要用它呢 因為我們買一盒模型回來的時候 都會有些零件在模型框上 我們用一個剪鉗去剪這些零件下來 剪完這些零件下來 我們就用這些砂紙去做一個打磨 之後才可以做一個上色 上色方面 有幾樣工具 現在我手拿這支 就是一支日本的噴筆 大約一千兩萬一支 除了噴筆之外 都會有其他工具 就像我現在這個氣缸 還有一條盒 才可以搏著它 打到氣比去進行一個上色的工具 這支還不是因緣常常簽嗎 先不要玩 這支其實是一隻鱷魚夾 是讓我們上色的時候 逐一逐的零件夾著來上色用的 蛤 我以為是拿手拿來噴的 咦 那可不可以整隻用來噴嗎 那可不可以 不過工具就會繁複很多 那為什麼模型本身已經有顏色 還要上色呢 因為模型啤膠時 出來的顏色 未必是我們心目中想要的效果 那我們如果用噴出來上色 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技巧 例如有些陰影 金屬色的噴筆 都會令到我們的作品出來是與眾不同的 噢 我可以整隻噴成粉紅色 現在我們正式開始組裝了 我們不要說太多 現在就開始了 首先我們拿著模型框 我們就剪一些件來 拿剪鉗 貼著零件 就剪了下來 我以為拿手拿 拿手拿會更大 剪完出來的零件中間會有一顆水口 這些不是太美觀 我們會用一些砂紙去打磨 首先砂紙我們會用400號 800號砂紙來打磨 我已經準備好 可以貼著零件來打磨 其實沒有指向哪個方向 只要揪手就可以了 我們打磨到水口消失了 那就沒問題 用400號是消除了水口 用800號打磨的目的就是為了 我們剛才用400號砂紙打磨的痕跡 就是減少 那就剪回滑 剪完之後表面 基本上是滑很多 對 真的滑了 而那些花痕這麼幼細 我們用噴出噴油 都會蓋到那些花痕 讓我試一下剪 等等 冷靜一點 不要再剪回了 不要再剪回了 花是無辜的 貼著零件去剪 拿著貼食 還有記得把刀 把刀記得 不要向著裡面 把刀最平的位置 都在這個位置 貼著零件去剪 出來的效果會比較好 如果反過來剪 基本上剪到夏天都剪不到水口 而你剪出來 效果就會有一大顆的花痕 嗯 如果這麼大顆的水口 怎麼辦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 我自己會做的方法 就是 平時我都會遇到一個大的水口 我們就會 剪第二刀 就貼著 這個方法 水口是不會更細黏的 但是 都要做打黃膠 交給你的 好 拿一個沙子 400號 800號 你現在手上是400號 沙子 這樣貼著去看 等等 不要再摸 先摸著 因為快要摸穿 有件 那到底400號和800號有什麼分別 沙子的號碼 越小就越粗糙 越大的號碼就越滑 你現在拿著400號的沙子 我們主要都是清掉一顆水口 就不是磨到變形 清掉一顆水口之後 我們再用一個800號沙子 將剛才打黃的表面 就磨得更加滑 嗯 現在這裡也很滑 讓我再試一下 是不是好像把它拋光 你可以這樣理解 先看著 用完800號沙子打磨 基本上我們噴走的時候 就可以掩蓋所有打磨的痕跡 如果有不同的朋友 想追求得更完美 可以磨到上1200 1500等等的號碼 用這個就 你們自己決定了 剛才用MakerX的磨筆 我們試試做一個電動的打磨 沒錯 但當然要注意 要輕手一點 我轉幾下 基本上幾秒就磨到水口 我會轉滑一點的沙子 做一個打磨 我現在轉了一隻800號的沙子 隔了六個磨筆 就可以磨回剛才的水口位置 基本上磨幾下 我就會瘦不瘦 接著就會用一個沙子 做一個打磨 這裡就會比較省時間 始終一核模型有這麼多零件 一個零件有3-4粒水口的時候 我們可以省很多時間用這些電腦的打磨筆 好 那我就繼續磨這個Rion 至於你就磨回這盒多拉A夢 YEAH 我組裝的 很有滿足感 原來也不是很難組裝的 不過我覺得它有點普通 和普通的多拉A夢差不多 我想把它變成原版黃色的樣子 都可以的 剛剛看到你也準備了少少少無形油 首先它是一個開氣的 如果噴不下去的無形鍵 現在先跟大家開氣了無形油 首先準備一個大容量的瓶 這瓶應該15ml 一份的油 大約2.5-3份的開油水 如果平時我們不是拍攝 是你日常噴油 有什麼安全措施要做 平時我們會帶一些豬嘴 還有準備一個叉油箱 免得油味 都會積聚在這個位置 現在我又試一下倒下去 看著 看著 好 我們夾件的時候 大家記得拿了外圓夾 不要夾一些會看到的位置 如果夾一些外腦的位置 這樣就會噴不到油 夾一些隱藏的位置 夾完之後就可以用來噴油 這個就是跟機器來的2.0的電 如果你想用多一點電 你可以轉6.0 可以轉4.0 或者6.0 然後就可以用很久了 明白了 先說一支噴筆 噴筆跟原裝一套 它是一支雙動式的噴筆 那什麼是雙動式的噴筆 雙動式的噴筆 首先我們要先打開這個 按下去 普通是出風的 那出風有什麼用呢 出風最主要就是 剛才我們打磨的零件 可以吹走表面的灰層 吹乾一些油都有用 如果拉後 會是出一些油 就會為了一支雙動式的噴筆 那我告訴大家 它這支噴筆有一個尾座 是主要調較出油的量 如果你調到很緊的時候 基本上是拉不到它後面 就出油量會調較細 如果大家想出油量大的 調輕鬆一點就可以了 剛剛我們開好兩支油 今次有一個多啦A夢的零件 是深藍色的 我會建議大家 不要就這樣噴一支黃色 用一支白色來打底 因為我們就這樣噴這支黃色 其實拌出來的顏色 發色效果會有不同 出口未必是這支黃色 我會建議大家用一支白色打底 再噴這支黃色 是會更加深色 更加像這支黃色 那如果噴完白色之後 它要隔多久才可以再噴這支黃色 視乎濕度 但普遍來說 通常15分鐘左右 它就會乾了 好 我們先倒油進去噴槍 通常要倒多少左右 大約是油杯的一半 因為倒太多 噴油時會有機會整蛇 我們先開了調遲 然後噴一支芝士 嘗油 OK 噴到了 我們可以直接用零件出來噴 噴之前也是脆脆放 吹了表面這支層 可以開始噴 好漂亮 我建議大家開頭 是逐層逐層來 噴薄的一層 是否因為你控制力度很好 所以可以像電變式一樣 都關係 最重要的是 手要頂住 是 我本來以為一噴下去 就會整個變成白色 因為你現在看見我 開了一些油 其實它不會一下就噴到很白 我建議最少分兩層來噴 薄薄的噴一層 再噴一層 再噴第二層 它的白色就會更實 一層之後 大概要等十多分鐘左右 沒錯 如果我之後要加黃色 是否還要噴兩層白色 如果之後我們要噴黃色 之後黃色應該只要一層就完成了 現在就噴一噴 噴兩層白色 因為我現在噴這層 其實不是完全實色的 所以我們噴完之後 等它一層 等它乾 再噴第二層 等它實色一點 Helio 剛才你噴完 你覺得它是怎樣的 我覺得這支噴筆出來的效果 是比較粗粒一點的 其實可以 除了這支原裝的噴筆 可以換一些不同口徑的噴筆 有些0.2噴筆 給你們噴陰影 或者換一支更漂亮的噴筆 都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試一下 用不同噴筆 放在這個手上 噴出來噴油的效果是怎樣的 噴出來真的比較幼 還有我們噴油的零件 通常都會雜化 噴油的邊緣可以噴起 這樣出來的效果會比較平均 如果像現在噴了這麼大塊 是不是通常會用大一點的噴出來 沒錯 剛才那支0.4其實是OK的 但是0.2這支 我們想試一下效果 噴1901綿氧是夠用的 都是噴上7-8色 打個底 之後會噴黃色 現在就試一支 一支Iwata的噴筆 試一下效果如何 好 好 好 開了一點 都是試一下 噴上紙 先噴上去 OK 很方便 它可以換不同的窗 沒錯 剛剛我噴完白色 是 現在就加上黃色的噴 嗯 好啊 你白色想噴不怕 就是怕先讓你噴 可以嗎 好 好 好 開著這個 好 都是要先出一下它 對 先出一下它 因為始終噴完的零件 可能會有些塵 可能會有些塵 也不希望噴一陣 黏到塵 如果是的話就要磨走 好 可以拉 拉遠一點 拉遠一點 因為這個零件很大 相對來說是有些技巧 拉遠一點就大了一點 是經驗的 好 好 好 記得同一個位置 不要煮太久 是 這樣 露一下就算了 可能幫它洗少許色 然後我們都可以噴其中 做得實色一點 嗯 如果我看到有些位置 可能不夠色 是不是 補回那些位置 沒錯 但是就小一點 盡量這些邊位置 小心點 哇 是黃色的叮噹 剛才我們用這個噴槍 做了大概一個多小時左右 你覺得怎樣 用這個手提起包 我自己覺得 它是比較出眾的 就是它搭了一個外置電池 基本上 我們噴了一個多小時 它都很順利 沒有說過熱 出油不斷 這些問題出現 這個是比較好的地方 而且它都很輕手 輕手有什麼好處 對 因為在香港很多朋友 玩噴油的話 有時候家裡都放那麼多工具 所以都會準備一些手提泵 去後樓梯噴 但如果剛才說 搭載電池的氣泵 基本上半個小時就會沒有電 你開得彈 插件 噴完一層已經要回家 再充電 其實是相對沒有那麼方便 用這個外置電池 噴了一個多小時 都沒有問題 那續航力非常好 對 雖然我們換了4.0的電 但現在我按一按 它還是滿電的 剛才已經用了一個多小時 所以我相信 如果我們剛才 是用了2.0的電 都是沒有問題的 HERRY,你覺得整套 MECAX 你又怎樣看呢 除了這個噴窗之外 我剛才見你介紹了好幾樣工具 首先說一下熱風窗 如果你有玩雕刻的朋友 這支熱風窗應該是挺有用的 我們有一些油泥要趨熱才可以雕刻 接著到一個勒雞 勒雞的用途 我們玩模型的 會做一些戰損 或者如果你要安裝燈的話 它也是做到一個刊接的效果 到這個割模機 基本上我們平常做一些3D print的件 大面積的 用它來打磨是會更加快捷 接著到這個打磨筆 我剛才和大家磨的模型件都示範過 它是比我們用手磨的效率快很多 整體來說 這四五樣工具 對於一些整模型的朋友來說 其實已經是很夠用 我自己覺得它的CP值也是很高的 很感謝今天Harry來到做我們的嘉賓 還教會了我組模型整模型 希望大家想要更多關於整模型的資訊 就可以去看Harry的Youtube 就是Harry Lamb 我們今天做了很多測試 希望幫到大家 想不到這些小工具我都可以用到 增加了我們小酒塑的興趣 不單這樣 其實它的發展前面很強的 發炎背心 風扇 燈 遙膠腸 所以大家有什麼想法的話 記得留言給我們 另外記得給我們一個Like 和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小鈴鐺 拜拜 拜拜 就說Nav可以再弄點 嗯 再停點 噴吹是否可以 對的 對的 大家都打算 對的 對的 喂 渣Sir 它是USB充電還是Type-C 是一樣的 蛤 不是用手來噴嗎 不是用手拿來噴嗎 手拿來噴 用手噴 用嘴噴 隨時可以 這個黑色眼光了 我們可以直接噴這個 顏色下去 試一下它 其實它推這些金屬色 都夠氣壓去推 所以 都不會噴不到金屬色 大家用這些噴噴 就可以多一個選擇